我们继续开篇第一章说过这个灰伤的一些法则 我们这个千古第一大伤是怎么兴起一落磨的呢 我们把眼光放得长远 说它是文化伤有伤道 自然是其中重要的 作为人和的一部分 凡事要足够看得大 看得高看得远 那是天时地利人和形成的 在十四十五世纪 资本主义萌芽 那个时候在外国这样 在中国同样如此 对于人类社会也发展到一定程度 在满足了基本的医师情况下 要么追求精神要么追求物质 那商业主要就是物质 这就是天时 最早会商当然从东晋时期到 法语阿到唐宋时期发展 最后明清时期鼎盛 能够坚持三四百年 而且首屈一直近乎是都去凹头的 那地利呢 天龙曾经七向江南 第三次下到扬州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发现商人大量的进贡 因为灰跟灰商跟官员关系很好 讲究血脉 讲究宗族又有官府 所以他这个政商关系很好 也是其中的主要一个原因 说这个地方怎么这么有钱 有钱到什么程度 广扬州一个城市 一年的收入五千万两 而国家国库在康钱盛世 那个时候最有钱了算是 在七千万两 然后就问 那商人也很诚恳 说我这个地方山多田少 然后人多地少 逼得没办法才去经商 以前确实是这样 有农业不务工 有工业不经商 然后 胡义州才是他们的老家 沿着水路一直下到扬州 以及 长三角地区 到现在 直到现在很繁荣 那水利 那个时候是最廉价的运输 可见 天使地利 人和都占 人和说商道 其实那个已经是晚期了 就是胡雪原 红顶商人 穿着黄马褂 就他们这么一个 那也是 不是正经的会商 不过 胡姓鱼堂 什么 王志和戳豆腐 这个毛尖 茶叶 就是到现在还风靡 全国 还有很多其他人 那时候主要是盐 当铺 当初就接户银行 然后木材 茶叶 那怎么落寞了呢 因为太有钱了 这是第一 听不懂 就是因为太有钱了 国家 官府 让他们什么什么都找他们报销 销他们的主港 第二 那个时候赶上战乱 太平天国 老家 老窝都被抄了 本都没有了 然后 曾国藩部队又抄了一遍 他们因为长江在外 这个商人 那第三的话就是 那个 由官员买卖变成了自由买卖 就是国企变成私企 会员成私企